昨天從英國倫敦抵達台灣的班機 第一時間傳出有一米安子發燒到39度 現場人員立刻將他帶離採驗 並且將他送往醫院治療 而另外四名旅客則是在返台前的14天 傳出有鼻塞流鼻水的症狀 而檢疫人員也不敢馬虎 立刻在桃園機場立即進行採檢 桃園機場門口救護車待命 準備後送發燒旅客就醫 英國返台航班抵達機場防疫全面升級 據了解這架華航班機上有13名機組人員 114名旅客分別為90位台灣人 一名中國旅客以及23名外國籍旅客 共搭載127人 班機抵台後旅客聽從指示 分替完成疫調辦理入境手續 旅客中一名男子疑似高燒39度 立刻區隔代理進行採檢 經過評估後送醫治療 另外傳出四名旅客 在英國當地返台前14天就出現 流鼻水鼻塞等症狀 抵台後檢疫人員不敢大意 同樣在現場進行採檢 過去是四天有鼻塞的症狀 有鼻水的症狀 所以就戴口罩 等一到就走到體重便宜所 根據我們的一個SOP 就是只有會針對發燒的 又需要立即處理的 我們會後送醫院 其餘旅客通關後領完行李 提著大包小包來到機場門口 每個人防護衣口罩穿戴齊全 排隊逐一消毒 準備登上遊覽車 機場安排六部遊覽車 每部車採梅花座的方式 以二十人為上線 分批將旅客送往北部三處 隔離檢疫中心 進行集中隔離檢疫 機場防疫不敢馬虎 做到滴水不漏 就怕英國的變種病毒 入侵台灣 記者綜合報導